第四百二十集 叶红斌当场吐出一口鲜血 五脏六腑都震荡了 而叶晨也不好受 手臂几乎麻痹 不光如此 两柄剑直接飞了出去 插在了墙面之上 叶晨顾不上擦掉嘴角的血字 杀戮才刚刚开始 叶红斌完全掌控不了叶晨的节奏 关键对方太乱来了 宛如一个疯子 宁可自己受伤 也要把敌人中创 这是什么打法呀 昆仑须根本没有啊 哪怕练体者也不会如此 自己想死就算了 为什么要拉上他呀 他刚想吞服一颗丹药 调整呼吸 可是叶晨却是再次出现 杀意释放 宛如地狱爬出来的恶魔 焚天掌 毫不犹豫 叶晨一掌轰出 一股无尽的灼热质感袭来 叶晨的手上更是突然涌出火焰虚影 挥手之间光滑闪烁 狂风怒吼 烈焰咆哮 一记赤红的虚掌就这样轰了出去 能量连衣 犹如波浪一般 暴声而开 这一掌仿佛撕裂空间 带出一道赤红漫天 轰鸣声震耳欲聋 仿佛天崩地裂 仿佛整个地面就裂开了一般 霸道至极 跨入超凡境 叶晨对那几位大能的武学 越发精通 释放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这一掌 叶红斌根本反应不过来 再加上受了伤 只能选择硬生生地扛下 火焰虚掌直接触碰到他的身躯 衣服燃烧殆尽 他的身子也是当场飞了出去 然后重重地砸在血蒙地牢的墙壁之上 墙壁当场砸断 他再也忍不住 一口鲜血当场喷出 全身的骨头仿佛碎裂 谁能想到一个圣王境的强者 会被一个超凡境打成这么狼狈 太憋屈了 叶红斌清醒过来 刚想站起来 却是感觉到一股山岳之势席卷而来 这气息让他难受至极 黑影覆盖 那恶魔又出现了 这对叶红斌来说 简直就是沉重的打击 难道就不能喘口气 他顾不上一切 逼出一滴精血 精血燃烧起来 随后他的手中出现了一道古怪的符文 符文闪烁着黑色的光芒 让人感觉到心悸 这是他留在身上保命的 一直没有使用 现在没有选择了 此符的一击足以把夜尘击退 也只能是击退 内地精血化为一柄利剑 穿透符文 黑光爆发 附着在利剑之上 向着夜尘的胸口而去 利剑带动极其狂暴的气势 宛如一头荒蛮凶兽 夜红斌呼出一口气 本以为就此轻松了 却没想到一道惊天怒吼在耳边响起 雪龙出来 这声音来自夜尘 下一秒 夜尘的体内冲出一条血龙 血龙无比庞大 气息极其恐怖 龙吟之声宛如震天雷声 血龙一出 那蛮荒凶兽虚影彻底震碎 单单微压就足以毁灭 根本没有一滴之力 夜红斌睁大眼眸 他根本想不到 夜尘体内居然还有一条龙 而且这血龙身上的杀意更为强烈 仿佛是因为杀戮而生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那血龙便是俯冲而下 血龙直接撞击在了夜红斌的身躯之上 天地都被遮蔽了光辉 一道道气浪化为实质 朝着四面八方喷涌而出 烟尘溅起 一个巨大的深坑形成 夜红斌大口大口的吐出鲜血 死亡之意包裹 夜尘居高临下地看着夜红斌道 皮肤汗术 紫不量力 今日我便让你享受无上折磨 简来 镇魂剑直接飞到了夜尘的手心 没有任何犹豫 一剑劈下 剑意直接把夜红斌另一只手臂斩断 夜红斌嘶吼起来 声音无比的痛苦 他死死地盯着夜尘 夜尘 你我身上的血脉 都是来自昆仑须叶家 你为何要斩杀同胞 听到这句话 夜尘笑了 同胞 你也配 别说你来自昆仑须叶家了 就算你是昆仑须叶家组长 我夜尘照展不悟 下一秒 夜尘手中的斩龙剑 直接刺穿而下 夜红斌丹田直接碎裂 无数灵气溢出 彻底毁了 他痛不欲生却又无可奈何 夜尘 我夜红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个小畜生 怒吼之声震动整个血蒙地牢 你还想做鬼 你震伤了我父亲的神魂 今日我便让你神魂俱灭 听到这句话 夜红斌倒吸了一口凉气 毛子尽是惊恐 魂灭神魂 这疯子居然连神魂也不放过 不要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夜尘的手指不断掐绝 雷光在食指上缠绕 一个巨大的浮印骤然而出 寒风呼啸天地扭曲 恐怖的冲击力 再次让夜红斌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 落 夜尘毛子一凝 手中符文直接被他拍下 落在夜红斌的身躯之中 符文荡漾开去 夜红斌的眼眸瞬间空洞 神魂当场撕裂 痛苦难受 而后身躯炸裂开来 肉身和神魂全部消散 唯有镇魂剑沾染的鲜血 立于深坑之上 夜尘剧烈的喘息 随后想到了什么 那寒谋向着一个方向射去 最后一人 血蒙的金袍长老 金袍长老迎着夜尘的眼眸 突然鼓起掌来 他看着那条血龙虚影下的青年 眸子的骇人渐渐化为兴趣 夜尘 你让我很意外呀 你的实力 血战殿百人陨落 不冤 说实话 我从没想过 华夏竟然能走出 像你一样的逆天人物 可惜 你纵然天赋之财 但是来了不该来的地方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那昆仑虚的恶魔 夜是天 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 说不定你真能成为像夜时天一样的存在 可惜 不会再有了 金袍老者缓缓地向着夜尘走去 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出手 便是要坐收渔翁之力 现在夜尘的身子极其虚弱 丹田的灵气恐怕也匮乏 拿什么战 小子 你觉得你还可以施展几招 我杀你如杀鸡 夜尘抬起头 活动了一下脖子 淡淡道 是吗 你看到我的剑 便会把这句话收回了 剑 金袍长老一正 看向那深坑中的阵魂剑 此剑品接还算不错 但是在他面前也算不上什么质宝 有何据 他刚想说话 夜尘弹幕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好意思 不是那柄剑 是这柄 斩龙问天剑 出来 金袍长老听到夜尘的话语 眉头一皱 还有一柄剑 哪来的剑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面前的空气之中 居然裂开了一道口子 随后 仿佛一道赤红的光芒穿梭而来 红光出现的刹那 他好像被锁定 仿佛有一双冰冷的眼眸 在黑暗中凝视着他 红光越来越靠近 金袍长老的表情彻底变了 他看到了一柄造型古朴 却又散发着无尽微压的长剑 绝对不凡 他万万没想到 这凝视之感居然来自于一柄剑 怎么可能 一柄剑怎么会让他生出这种感觉 不对 他突然感觉到此剑有些眼熟 却又说不上来 斩龙问天剑 杀 叶辰眼眸闪过一丝灵力 怒声道 他和斩龙问天剑心念合一 因为斩龙剑使他亲手炼制 更是在华夏一路浴血战斗而来 经历了一切 断剑重生 不灭之主用无上铸剑之力 给了他心生 这也是叶辰的心生 突然 叶辰身上的无尽杀戮之气席卷而去 融合在斩龙问天剑之上 他从没有把斩龙问天剑当成一柄武器 而是一个同伴 许多时候 叶辰甚至不用出手 斩龙剑便能镇压一切 这便是剑灵之威 剑气变得越发灵力 周围彻底失去了光彩 天地灵气疯狂聚集 狂风舞动 浸泡老者意识到危险 他甚至感觉这剑远比叶辰那小子还要危险 剑强于人 不可能 这小子实力比剑弱 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驾驭 他顾不上一切 手中祭出长剑 此剑名为血月剑 一剑斩血月 一剑吞天地 此剑更是他多年以来的贴身之剑 不知道帮助他杀了多少人 可是当血月剑刚刚出现 斩龙问天剑 却是已经发出璀璨和凛冽的光芒 仿佛将一切光辉彻底遮盖 此刻这柄剑便是日月 它就是星辰 它可斩龙 它问苍天 无数道剑光迸发 一道亦或者百道根本数不清 每一道剑光都如实质 无尽的狂暴之气 仿佛化作了一道道杀戮镰刀 向着血月剑吞噬而去 金炮长老的血月剑本身就有剑灵 在这一刹那 却是挣脱了金炮老者的手臂 向着一个方向逃跑而去 金炮老者彻底懵了 和他浴血奋战的血月剑竟然退缩了 连抵挡之意都没有 这也太丢脸了吧 纵然血月剑逃跑 斩龙问天剑可不会给他机会 剑气纵横追击而去 那恐怖的气息足以让人窒息 啪哒一声 那血月剑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化为了一堆碎片 随后更是没有一丝停留 向着金炮长老而去 服务作人